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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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不是故事的了吗 要24小时陪业了吗 对 现在小孩子就是一个孩子 24小时陪业不是很劈的吗 这怎么解决呢 怎么解决 叫朋友呀 叫佛友呀 哦 叫佛友 比方说家里过世一个人 你叫一个小孩子陪肯定不行的 小孩子吓都吓死了 对不对呀 怎么人家不幸福的呢 不幸福的话也可以呀 实际上呢 是这样的 一般的呢 像城市里的呢 如果过世了都到医院里了 对不对呀 他最后凑掉他的尸体也放在医院里的太平间里了 对不对呀 那么在回到家里之后呢 会感到很孤独 觉得缺少一个亲人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佛友在他家里啊 大家陪陪他 这种很正常的 一起念念经啊 就是这样 一起念念经啊 现在可以看看台长的白化佛法啦 或者晚上不想睡觉嘛 就看看台长的那种 弘法的那种开示啊 都可以啊 那么他们就算问这个问题 网上不陪也可以吧 不可以的啊 不是陪死人呐 是陪活人呐 守夜 就对于守夜 守夜嘛 你在医院里 你一个人如果不陪的话 你睡在床上你会怕的呀 嗯 对不对呀 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说一个同学说 一个同学说 他喜欢一个义工服嘛 如果网上呢 穿义工服 可以外交 不穿拜师的衣服 我说 穿义工服啊 穿义工服嘛 就不是太好看 一般的呢 过去嘛 讲起来 一个人往生了 那么都是 比方说 穿一点好漂亮的衣服 好说以后到下面去了呢 啊 也是穿得很好看 因为最后那套衣服呢 是以后基本上是 作为下去之后 一套模式衣服 明白吗 哎 拜师衣服的啦 但是呢 他喜欢 喜欢穿义工服 那你就让他穿好了 穿义工服的话 他如果下去之后 人家都知道 他是心灵法门的 人家还对他特别照顾呢 啊 是这样 但是最好就是上去是最好 修到上去是最好 应该穿个拜弟子的衣服的吧 其实穿黑西装也蛮好 拜师的 也蛮好 啊 啊 啊 那么还有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 嗯 现在小青年 那个 同学就在问这个 现在生活当中一个问题 就刚 小青年结婚了 嗯 女孩子的钱就交给男孩子 男孩子的钱交给女孩子 那么这个问题是不是有个业障啊 是这样的 其实 其实这个要看的 如果这个男孩子愿意 那就无所谓 没有什么业障 因为大家是一家人 因为根据中国的传统 啊 大家夫妻两个钱合在一起的 你要在澳大利亚 这个就是老公就老公的钱 老婆老婆钱 今天老婆说我请你吃饭 那么老婆花钱 对不对 老公说我请你吃饭老公 那么你家里开销要多少老公给你 大家一人一半都是AA制的了 啊 所以 这个这个 这个制度不一样 传统文化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大问题 只要他的男的给他开心 交给老婆 放心 啊 多给老婆一点 我觉得没有 他没有什么大业障 因为是一家人 啊 啊 好吧 所以我帮一个同学开个社 因为他是75年生的手术 他现在碰到一个问题 他原来是说开公司的 开公司呢 碰到一个人生生的 直接接口上来回 原来呢 面接的时候很好 原来很几句 现在 现在产生一个忧郁症 他开公司 借了钱 借了钱 我们打给国家借的 银行借的 银行借的现在黄不出 家里的房子就卖掉了 哦 怎么办 他在人生的十字路头 哦 现在呢 对师傅的 法文呢 修理心理法文 他一开始念了很好 修了很好 现在念不动 他的妈妈 给他烧房子 哦 小房子 第一呢 第一呢 忏悔 第一要忏悔 因为像这种人呢 就是讲了心理话了 就是贪呢 很贪呢 就是一种赌博的心理 你明明知道你生意不好了 你就不要再去贷款了 贷款了之后 你还要做 还要博一下 博到最后连家里房子都卖掉了 对啊 对啊 你想想看呢 这个就是赌博的心态啊 不行 你们赶快就放了 对不对啊 台湾认识很多 佛友 过去生意做了很大 我告诉他 我说你有五年倒霉 倒得一塌糊涂 他到了 四年的时候 已经开始倒霉了 他说台湾我怎么办 我说你放呀 他就把生意卖掉 自己打工 打了五年之后啊 哎 机会来了 人家拉着他又做生意了 现在做的了 钱多的不得了 所以我就告诉你 人要 要随缘 要随缘分 不要今天 明明这个条件不好 我一定要去做 对不对啊 条件好的时候多做一点 条件不好的时候 少做一点 就像人的胃口也是 今天肠胃好 舒服一点 多吃一点 肠胃不好 我们少吃一点的啊 你硬塞的话 不要把肠胃塞坏掉的啊 老妈妈 我讲的对不对啊 对的 对的 现在这个 这个 元旗清的 他很年轻的 对啊 现在一些 谁能送的 谁知道 可又不好出去 那我们银行借的嘛 现在就像通气一样 通气他们 不好出去打工的嘛 现在是这样了 现在只能求菩萨保佑了 像这些事情 只能想办法解决 东臭西聘 先还银行点利息 也不要弄得像个贼一样 被人家通气就不好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明白 一点点 去找个律师问一下 问一下怎么办 律师总能帮你想出个好办法 明白吗 是的 嗯 好吗 好的师傅 我没什么问题 好 咱们师傅 赶紧帮 谢谢师傅 再见 喂你好 您好 好 师傅好 我们真的很想念您 师傅 谢谢 谢谢 师傅辛苦了 师傅 嗯 真的听到您疲惫的声音 我们真的都是很心疼的 嗯 没事啊 师傅挺好的 嗯 啊 师傅 嗯 我现在问 问一个梦的 哎 你说吧 嗯 就是 稍等 师傅 嗯 就是有一天我梦到我去了一位同修家 他家还有位同修 我们仨聊得很愉快 就是我有些困坐在床上就睡着了 但能感觉到我是坐着睡着的 梦里还在想我坐着睡觉的功夫还很高 这时同修先生起床了好像在做饭 我心想他先生起得早啊 这是他先生和他的弟弟之间发生了命案 不知是谁丢了性命 梦里感觉好像是他先生杀了同修的弟弟 然后但他先生最后也被同修的亲戚 好像是他姐用什么掌给杀了 因为我是坐在床上的离半远的门有段距离 而且感觉是在梦中 半梦半醒的时候 感觉到他弟弟和他先生发生的事 感觉是梦中梦 师傅这个是前世梦还是御师梦啊 这个应该是前世梦 哦 所以他们这辈子会非常糟糕的两个人感情 那现在还好 你等着吧 那么这个御师梦大概有多长时间就会 一年 会为某一件事情炒大的不可开交的 百分之一百 那会不会那个再次出现命案啊 非常有可能 只是只是出现命案的形式不同吧 或者把他气死了或者怎么样了都可以 那那那那那那的感觉是他的同学们姐姐又用什么掌把他先生就杀了 那这个 那就只是说上辈子怎么大家冤结来冤结去的 就是就是这样 他这个先生他也是念了很多小房子念了礼佛 呃 忏悔他曾经以前感情他们业障 然后那个找到他这个这个现在这个先生的 嗯 对啊 那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念姐姐奏了 嗯 哦 那每天事宜多少遍呢 姐姐奏每天最好四十九啊 那用念小房子化解吗 要 多少张呢 小房子不停的念 二十一张一拨一直念 嘴巴里要讲化解 跟他的冤结就可以 哦 能念给自己的要经哲是吗 念给跟他的化解冤结啊 嗯 哦 比方说念呢 念了之后竞争 某某某和某某某化解冤结 哦 这样 某某某和某某某 化解冤结 化解冤结 哎 就可以 哦 嗯 那师傅以前开始是敬赠某某某化解冤结 只说一本的名字 那是他自己的冤结 但是你要 明明你知道对方有对象了吗 你就要把他的名字也放上去 哦 这样的 哦 哦 好好好 好吗 嗯 那他的礼佛也得专门为此事忏悔吧 对 一定要念五遍 每天五遍啊 对 嗯 哦 好的 好的 嗯 好 感谢师傅 嗯 下面有一个梦 就是 有位老同修 他梦中 四岁非岁时 看到前面有一个金刚闪闪的盒子 一个盒子立体的竖着放的 有一个一岁多小孩那么高的盒子 金刚四射 盒子都成了黄色的盒子 金光闪闪 他就想应该打开看看 可就站在原地没动 梦醒后感觉是佛 是一个男性的佛 但不知道是哪位佛 嗯 嗯 师傅这个 是这个老同修是真的梦见佛了是吧 是啊 因为 因为你梦见佛的话 他是这样的 他是这样的 梦见佛 呃 佛基本上都是男 男生啊 如果像观世音菩萨 他要显化女生 他只是一种显化 来救度众生 让更多的众生能够接受 因为女性在人间是非常 啊 受人家觉得一种慈爱的一种形象 所以这个老同修一定是梦见佛 嗯 哦 那么这个老同修 他是六十六十九岁的关节 那他这个关节是不是过了 菩萨在帮他不一定过 但是菩萨帮他 他能过 只能这么讲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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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老同修 嗯 有一次在佛台前跟菩萨说话的时候 看到菩萨前面 显现出来南京菩萨了 嗯 对了 这个也是真的看到了是吧 对啊 南京菩萨非常厉害的 嗯 南京菩萨 南京菩萨 这个法力很大的 嗯 嗯 这个老同修在多年前 灵信佛念经前 曾能 曾弄到一个白虎的老头 给他一颗药让他吃了 嗯 这是不是也是南京菩萨 对 南京菩萨 医病 医病非常高明 治病 哦 嗯 非常厉害 嗯 那只是他现在没有机会 供和拜南京菩萨 在梦里或者是 一天看到了 他怎么没有机会 我们都拜 他为什么没机会 他不想拜 嗯 对不对 就是家里家里的那个 没条件 没条件 就是这个问题 嗯 嗯 嗯 师父我现在要读一个分享吧 嗯 有一个同修 从学心理法门到现在快三年了 没有梦见过一次观音菩萨 加起来没有梦见师父三次 这个同修本身梦境也不多 但是相信菩萨妈妈和师父 按照师父教的去做 短短两年半的时间 家里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菩萨妈妈和师父更是慈悲 帮助他得到了一份工作 事情是这样的 他和其他法门的老师兄 总共见面不过三四次 双方都不知道对方有修 有一天 这位老师兄忽然给咱们的师兄 交了一份简历 并把工作安排好了 之后 庆圆的阿弥陀佛圣诞 这位老师兄在别的道场讲课 邀请咱们的师兄去他的道场 然后当着很多人的面问 你们还记得他吗 很多人说记得 因为这位老师兄从来 不管人间的这些事情 但是呢 却唯独和咱们的师兄 要了一份简历 所以大家都记得 然后老师兄告诉大家 好好学佛吧 他的工作是他的师父 就指您啊 说他的师父亲自托我安排的 说有一天他在打坐的时候 师父您的法身亲自去找了他 让他帮忙给咱们师父 给咱们师兄安排一份工作 是师父和那个打坐的师兄说 您单位有一个工作适合他 那个老师兄想了想说是的 然后这位师兄接着说 他们单位正好有一份工作适合同修 经过简单面试 同修的学历虽不高 但也上岗了 工作环境也好 这时同修才知道 工作是师父或老师兄给安排的 同修当场立如雨下 老师兄也觉得不可思议 并也在了解咱们的法门 现在也开始慢慢的念小房子 更助人念小房子了 这位师兄自己没有求工作 没想到有这个惊喜 同修想通过电台节目 向师父亲自致谢 感恩师父 师父您辛苦了 好好的学 明白了吗 这位师兄想和全世界的佛女说 我们解梦都会根据自己的意念和思想去解梦 或者是说看我是对的吧 菩萨妈妈又加持我了 会增加自己的执着 乱乱忽略了菩萨妈妈和师父 告诉我们的重要信息 让我们自己误和改毛病的信息 同修还说 只要你相信菩萨妈妈和师父 努力去做都会来的 一定要真的去做 听师父的话去做 同时呢 这位同修也向师父忏悔自己所犯的错误 请菩萨妈妈和师父慈悲原谅 请师父加持这位同修 弘法无碍 广度有缘 嗯 还好 好 这个同修 这个师兄还说 不要执着和师父的缘分是深还是浅 只要你好好做 你就和师父的缘分深 不好好做 即使再深的缘分也被糟蹋了 对啊 这句话我完全赞同 很多人跟我前世缘分很深 不好好修 那也不能待在师父身边 有些人前世缘分不深 但是这辈子好好修 不是创造跟师父新的缘分吗 不一样啊 学佛的缘呢 对不对 对 不就佛缘吗 嗯 对 嗯 这个师兄还说 学佛真的是改自己 让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改变 影响身边的人 让更多位人通过我们学习心灵法门 爱师父 尊重师父 如果通过我们给师父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那我们就是没有修好 就是罪人了 嗯 这是分享师兄说的 弟子分享给大家 非常好 嗯 所以我告诉你 心灵法门 现在我们的弟子 非常非常有智慧的 不是 不是谁都说了 都能 都能造谣 诽谤 都能把人家 把人家 解过去的 不可能的 除了刚刚 刚刚进来的 还不了解的 了解师父的人 谁不了解师父啊 听人家讲了就懂了 对不对啊 对啊 师父 嗯 好 我们我们都爱您 师父 嗯 很好 其实我们都爱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就像母亲一样的 天上的母亲一样 对我们这么爱护观世音 我们能今天拥有的这一切 你说说看 我们要感恩谁啊 就是感恩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啊 嗯 对师父 嗯 谢谢您 感恩师父 嗯 好 师父 我也 就是弟子曾听您开始过 梦是根据人们修为和节显化的 那么咱们既要重视梦 又又又不执着于梦 这才是中观 对吧 师父 对 梦自然来的 你就参考一下 梦只是给你一个提示 就像看图腾一样 给你一个提示 并不是最终的目的 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修行 要念经 要念经 对不对啊 对 嗯 嗯 啊师父 我我母亲梦到我的外婆 曾经那个投胎了 已经用了很多小房子投胎了 但是现在又有梦境 梦到我外婆 嗯 在梦里和一个八九岁的孩子 在说话 这个说明我外婆到底投胎 还是没投胎啊 应该是投胎了 嗯 跟八九 跟八九岁的孩子说话 就是你外婆的灵魂 离开这个孩子 就能 你们在这里就能看见她 跟孩子在说话 这个八九岁的孩子 就是你外婆的肉身 听得懂吗 哦 哦 那还需要再念小房子吗 应该没用了 不要去念 嗯 哦 不用念了 不用念 嗯 哦 好的 好的 嗯 知道了 感恩师父 嗯 你今天的问题问完了 好 好 再见啊 再见 嗯 师父辛苦了 再见 再见 嗯 你好 你好 他现在这个电话接近来总是要延迟几几秒钟 所以有时候会晚一点点 嗯 晚一点点台长就跟大家讲一句白话佛法 一个人要学会自然 一切都要懂得是自然来自然去的 知道今天自然来的东西也会很自然的丢失 所以就能断烦恼 啊 就能知道人生无常 你才能破无明 你才会拥有般若智慧 啊 所以 我们学佛做人 境界要高 啊 真正的智慧 就是真正的解脱 想解脱的人 是拥有智慧的人 啊 所以现在我们人 经常说 我好像被人家控制住一样 实际上这个世界谁控制你啊 没有人控制你 只是你自己 解脱不了 所以想脱离苦海 想要去解脱 靠的不是别人 靠的是自己 啊 所以 师父领进门 修心靠个人 每一天正常的 活着 心里要平衡 要注意自己 啊 这个意识 不要被人间的 五欲六成 所缠绕 啊 就是这样 喂 这个人怎么还不讲话 喂 你电话打通了 我听不见你声音啊 我关了 对不起了 哎 真麻烦 打通了 听不见 有些电话线真的很糟糕 重新换一个 我们学佛人 要懂得 相应 心自然 就是做什么事情 学会 跟 别人相应 喂 你好 喂 你好 师父好 呃 师父就是 呃 我这边有一个同学 他因为上次 呃 图屯 师父说他学音方面嘛 后来我问了一下 真的他学音方面 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祝他跟你说一下 师父 啊 喂 师父好 啊 师父好 是的 对你像师父 深深的忏悔 我以前做了很多很多 不如里不如吧的事情 嗯 血液也比较重 感情上面犯过很多错误 嗯 也很对不起 公司也没做好 嗯 特别对不起我的妈妈 年纪这么大了 也 为我担心 还对不起我公司的员工 我公司也没发 他们很认真的加班 一直帮我做 我业章太重了 还有很多人 嗯 不真的我做错了很多事情 你知道吗 你自己本来应该做得很好的 你就是不当回事啊 啊 我告诉你啊 就是玩事不公啊 我告诉你 嗯 是的 是的 嗯 我以前学艺术 学设计的 嗯 我们的圈子里面都是文明立扬 嗯 天天的追求名 追求力 追经理的 嗯 我们真的是不懂啊 不懂 我们学经理法门真的太晚了 所以啊 这个叫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对不对啊 啊 学 学艺术 学艺术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就是学到 学到了只要钱 不要脸 所以这个师父是跟你们讲的重了 这就是现在的人 我不是说你 现在的人 个个都在追求物欲 所以什么叫正的 什么叫邪的都搞不清楚了 你说我说对不对啊 是的 是的 嗯 我师父说上次开始的 嗯 我们的公司的那个艺术网站上 全世界很多不好的图片 像很多我们现在学的那种美学啊 嗯 像那种门壳那种脸 就是呐喊都是鬼脸啊 还有笔嘎 都画的那种立体的那种 嗯 结构啊 这种脸都是不好的 其实都是很多灵性在上面 对 都是真的 很很糟糕的 你你时间长了 你会得忧郁症 你知道吗 我以前还没有意识到 我想就网络上图片比较小嘛 都是一些名家的艺术品 我那天回去一看真的是大量的那种 五欲六层啊 听得懂吗 灰尘啊 欲望横流啊 现在的人像人不了 你告诉我 对不对啊 是的 现在你去看看 我前一阵子看了几个新闻 就说日本的小女孩 已经不自爱到什么程度 为了看一个晚上 看一个人家的演唱会 随便跟人家睡一觉 拿点钱买张票 就这样啊 我告诉你啊 现在哪有什么 人的 人的争操啊 人的那种 心灵的洁净啊 你知道这些东西 现在变得来已经是 一种商品 一种买卖了 你听得懂吗 是的 是的 这个方面很多社会上 很多不好的这种事情 你要好好改 你要入屋 你要不然啊 对不对啊 人不能说 大家都做坏事 你也去做坏事 大家都不要脸 你也不要脸啊 你要维持你自己的事情啊 不懂 不懂吗 就是所以叫 所以叫什么 叫明白了吗 叫无名 无名就是不明白 不明白之后呢 然后产生习气 各种各样不好的习气 所以叫无名习气 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 感恩心灵法 救了我 真的 我如果没有遇到师父 我真的不知道 什么样子了 告诉你 什么样子了 所以很多 女人身上的纹身了 就是跟人家上 上床就像玩一样的 然后自己老得很快 胜衰竭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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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科不好 各种怪病 师父见了好多人 有的人都是生 这种那个 那个就是叫那种叫什么 就是艾滋病的也有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师父 我跟菩萨许愿了 我要念一万遍 那个 佛忏悔 行方面的不好的事情 请问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 就是一边念一遍 不能再做了 明白了吗 你想想看 什么叫裸体啊 狗是裸体的 猴子裸体的 羊裸体的 牛裸体的 所有的动物才是裸体的 听得懂了吗 明白了 还有这种网站上那么多图片 我现在已经马上把这个网站停掉了 然后已经把所有不好图片全都删过 你也不要 不要完全停掉 你可以换嘛 那些好的艺术作品还是可以放的 对不对啊 稍微带为带有一些不好的东西 全部都要删掉 对不对啊 那我现在转做那个酒店范围的艺术可以吗 酒店软件 可以啊 可以啊 比较美的 可以啊 可以的 没问题的 那以前做的业障大不大 这样放在 会有的 一定会有业障的 再加上你自己的邪淫 所以你会有些报应 报应呢 希望唯一的报应就报到你身体上就算了 你就身体会很不好 如果你抱在现实生活当中 你就会倒霉了 听得懂吗 我已经挺倒霉的 啊 知道了就好了 这种方面不能做的 嗯 是的 好吗 嗯 好的 谢谢师父 请不要师父 请菩萨不要嫌弃我 做了那么多措施 还是能给我机会 让我能多做功德 对啊 今天让你闻到佛法了 就是说明你还有点佛缘呢 好好地改变毛病吧 好了 好 还有一件事情 我还请教师父 我有一个交往八年的男朋友 然后师父之前就在一起了 嗯 我们有很多年没有做男女之事了 我后来向菩萨 两年前向菩萨取愿 我永断邪淫 嗯 就是如果一名做不到 请菩萨原谅 但是现实生活中 我们还在一起 住在一起 嗯 因为他是戏人 他没有地方住 嗯 我们在一起 但是有的时候会牵牵手 会有一些肌肤接触 这样算违约吗 如果你一般的 从这个方面来讲 脑子里不要想了太下流就好了 然后呢 如果没有做男女之事 一般的握握手了 拥抱一下了 这个只要不动脑筋里 不是那种男女的这种感情 那我问你 这种完全靠你的意识来控制的 比方说爸爸喜欢女儿听一下了 或者妈妈喜欢儿子了抱一下了 这种因为是母子和妇女关系 他这种是比较纯洁 他没有带有那种男女的设想 所以他这种就是属于合法正常的 听到懂了吗 嗯 如果你觉得你跟那个男朋友住在一起 你们是已经没有断绝这种协淫了 只是一般的 大家比较啊 比较要好了 能够在一起 大家他能理解你 清修 你要告诉他我现在清修了 听到懂吗 如果你不告诉他清修 那你那你早点晚点还会犯这方面协淫的 明白了吗 他知道他蛮支持我的 他不会做这个事情 嗯 我觉得确定不能 不会做我才许愿的 嗯 好吧 就因为人会变的嘛 我不算违愿是吧 因为不 这个还不算违愿 好吧 哦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但是你在外面找男人的话就叫协淫了 你至少只能有一个 嗯 好的 好了 嗯 那我其他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没什么注意 好好改毛病了 我看你已经已经蛮够呛了 听得懂吗 你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 嗯 好的 感恩师傅 好了 好了 好 谢谢 你稍等了 师傅 啊 不好意思 我再问几个问题 我说你还蛮会度人的嘛 啊 嗯 啊 师傅 就是一个身胸 师傅以前说他业障百分之十八 最近一个在想 最近他在想现在的比业障比例是多少 呃 中午就梦到师傅和他通话 师傅说过三个星期就知道自己业障比例多少了 师傅又说反正你现在在天子身边 然后他就突然醒了 想问一下师傅现在在天子身边什么意思啊 天子身边嘛 就是在天道呀 就是他现在的境界在天道 哦 好的 那他的业障比例应该不会再很多吧 业障比例应该有一点 但是不会很多 哦 好的好的 当然师傅 师傅还有就是现在有一些师兄 他用金刚经念诵法念小房子 他这样子一张小房子大约半个小时完成 一天大约能念诵二十几张 二十张小房子 现在有师傅 师兄想问可不可以用金刚经念诵小房子 请师傅给我们开始一下 我只我只想讲 我没教过的 我没教过的 嗯 那么你们就不要做 你们就不要做 好的 好吧 等到我以后教了你们再做 嗯 好的好的 明白了 感恩师傅 师傅就是 呃 还有就是 呃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很久之前 有一个师兄梦到一个梦 梦里问师傅 想改个名字 师傅就画了个笑脸 然后后面一个先生的仙字出来了 然后师师兄 那个同修就醒来 然后就想难道要叫叫孝仙吗 后来前几天又做了一个梦 梦里又叫师傅选名字 一个叫孝仙 一个是自己的英文名改的 叫安琪 师傅说大家都想叫天使 但叫天使的人一定要干净才行 最后师傅说 你就叫张丰义吧 然后就醒了 师傅他是不是要叫张丰义啊 他是女的 张丰义好像这个名字很熟的嘛 好像有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一个谁也是叫张丰义的 你网上查查看 哦 那他要不要叫张丰义啊 如果我在梦中跟他讲张丰义 有两种可能 一种 如果这个张丰义过去是一个亡人 已经走掉了 一个一个有名的人 那说明他上辈子就是张丰义 哦 或者就是真的给他改名叫张丰义 哦 查一下吧 我让他去网上搜一下 好吧 嗯 好的好的 行 好的好的 其他没有什么问题了 感恩师傅 感恩关心 再见 再见 喂你好 喂你好 大夫大夫的关世音菩萨 师傅好 你好 早安师傅 那个师傅好 我周二 本周二 我接受到一个特别好的开示 我感觉上是像关世音菩萨 然后请台长 去杯开示一下 嗯 本次法会能够从香港 转到马来 也是经历了很多的磨难 希望弟子们可以珍惜这个殊胜的缘分 时间真的不多了 天时太快了 很多事情提前定得好好的 事后都会有变化 何况人心呢 弟子们 菩萨看你们都是努力 开悟的好孩子 闻到佛法了 就一定要坚定下去 这么好的法门 错过了 可能真的就不在了 大家看看你们 得到消息的时候苦不苦 很多人的机票和酒店都浪费了 很多人哭啊 囚啊 难过啊 菩萨们都看得清清楚楚 菩萨知道大家的心情非常难过 菩萨也说了 会在事后补偿你们 这都是小事 钱财没有了 可以再挣 只要有一个好身体 多少钱都可以再换回来的 希望大家不要再哭泣 菩萨说到做到 事后会给大家补偿 希望你们能够坚定跟随台长的一颗心 不要被外界的声音吓跑 一个人之所以很努力 是因为他看到了他前进的方向 台长真的很关心你们 他跟我求了好几次 不希望大家有任何的损失 我希望大家能够相信菩萨 相信护法神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希望大家心中充满佛法 自我的想法少一点 多想想别人 多想想你们的师父 当你不想努力的时候 你想过没有 你还有这么好的师父在关心你 爱护你 你们的师父 我为你们承担了很多很多很多 你们是看不见的 他累了 他心里很明白他的使命 能跑动的也就这么几年 我希望你们珍惜 佛子们 我希望你们有时间 就多看看台长吧 就请几天假 少休息几天 来到法会 你们知道你们能消多少夜呀 你们没有会眼呢 你们看不见 多少大大小小的节 在你来法会的过程中 神奇消失啊 这是菩萨的力量啊 珍惜吧 我的孩子们 你们的师父 现在身体不好 你们这些弟子们 要多替师父挑起重担 让师父少背一点吧 法会的殊胜 我不再多提 希望大家能够珍惜 可以消夜的大好机会 这次磨难 无非是一个考验 希望大家能够坚定信心 勇往直前 外界的声音不要听 多听佛法 多听录音 不给自己修行上增加烦恼 奉劝那些还没来过法会的小同修们 你们要加油了 这不是简简单单钱的问题 参加法会的美妙 不可以用言语述说 消夜的速度 是你念经的几倍 都换不回来的 你们要多珍惜师父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感恩师父 喂师父 讲吧 有什么问题 师父 请问这个是菩萨开示吧 观世音菩萨开示 你凡事听见正能量的东西 不是菩萨就是互法生 正能量的东西 明白了吗 这就是正能量的东西 明白了 鼓励我们能够排除心理的障碍 好好地学佛修心 就叫正能量 好了 好的 请师父开示一下 一个人之所以很努力 也是因为他看到了 他前进的方向 师父 那我们在学佛的每一个阶段 是否最好养成给自己 设立一个目标的习惯 包括短期 长期的目标 来以此保证自己 精进不懈怠呢 是这样的 每个人都有的呀 只是你们没有自己许愿呀 愿力嘛 就是你的目标呀 我愿 怎么怎么怎么 那么就是目标呀 对不对呀 对 好了 好 然后师父 师父 您之前开大法会的名字叫做悬议中述大型现场解答会 而这次叫吉隆坡大法会是一带一路 宫法解答会的手段 请问师父 法会的内容和流程是有所调整吗 流程没有什么调整 基本上呢 就是呢 要适合国家当前的形式 因为我们现在弘扬中华文化呀 也要跟着那个一带一路的脚步走 你看师父不管到哪个国家 都有很多当地的华侨 也有很多当地的那个我们的这种听众观众 他们都会来 来了之后学什么呢 学佛法的精髓 学中华传统的文化 对不对呀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到一个国家 到一个地方去弘法 就把这个国家的 这个我们的佛友 把我们国 把他们国家的那些当地的一些人民 对我们中国 主席国更了解 对中华文化有个更深的理解 那这不是一带一路吗 对不对呀 走到哪里 就弘法到哪里 走到哪里 对人家很多 对佛法 对文化上有什么差异呀 一些什么解答了 师父都可以解答的 对不对呀 嗯 对对对 那以后的大法会都是 以一带一路的弘法解答会的形式举办呗 基本上啊 就是跟着 跟着国家的步伐嘛 国家现在也是在推行一带一路 对不对呀 像我们在海外的赤子 我们也是 心向着主席国嘛 所以我们也希望自己能够 为一带一路出力 啊 所以我们要弘扬中华文化 其实我们早就 我们弘扬佛法这么多年了 将近 将近十年了 我们一直在一带一路 在这都已经在走了 你看我们走了多少国家 走了多少地方 嗯 到每个地方不就带带领大家 弘扬中华文化 不就是弘扬那个佛法精髓吗 只是现在名字解了 加了一下 其实我们早就在做了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好了 是的 嗯 然后各位佛子们 加大你们度众生的大愿 要真的去行 请问师傅 是否只要是去祝元法会 就算是行度众生的大愿吗 参加法会嘛 第一需要自己的业障 第二嘛 增加愿力 增加愿力之后 学了参加了法会之后呢 能够学到更多东西 能够消掉自己身上业障 那么增加自己的信心 那不就是 让你增加信心 为了什么呢 不就是为了 你能够更好的 都弘法度众吗 嗯 听得懂吗 谢谢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誓 听懂了 谢谢师父慈悲开誓 感谢师父 感谢菩萨 为我们想的这么周到 嗯 这次小小的磨难呢 也真心感恩台长和菩萨 那慈悲您辛苦了 真的 谢谢您 嗯 然后 师父 我再分享一个 我再分享一个 菩萨的开誓 请师父慈悲开誓一下 我再分享一个菩萨开誓 现如今诸魔仗道 悔其众道心 若众生心性不减 勇猛一二 必得大利益 修法修心 为己为他 达己达人 利己利人 乃为墨法 扬相 若有人 道不识之言 不曾 考证 张口寄来 损人不利己之 做法 为 扬间之音 会生恶病 其中痛苦 此可 自己知晓 他人不知 怎天时已变 最好的方法 就是利己利他 要多学善 莫尽恶 偏时转 时间短 人心变 烦恼增 地皮茧 灾难多 学佛法 用心读 用心计 对佛法 莫放弃 这一生 看自己 修好修坏 怪自己 他人路 他人行 他人努力 他人成 因果是 莫怀疑 三世因果是定律 走走看 走走瞧 看看谁人修得好 恩师今生指一个 一条明路通天策 条条大路通罗马 西天直取 精进人 西方莲花 谁来坐 看你人间修为行 人间匆匆指仪式 抓住时间别放过 世人都知归兔跑 为何归迎兔子追 心中信念长思量 莫道危难方跪佛 如此发下大誓愿 心中铭记方为正 劝道佛子 须努力 莫道病时 毁完已 心中常想观世音 平平 暗暗 一生今 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恩 师父 很好啊 激烈的 激烈 激烈我们的语言 很好 恩 恩 谢谢师父 请师父 开始一下 修法修心 为己为他 打己达人 利己利人 乃为墨法阳相 请问师父 如何理解墨法阳相 阳是什么阳啊 就是那个墨法时期的 那个阳相 阳光的阳 阳光的阳 阳相 那就是阴阳啊 打己达人 救己救人 这就是我们说的正能量呀 好了 正能量就是阳的呀 阴那么就是负能量 好了 恩 对 菩萨在此开始里 多次强调利己利人 是否菩萨提醒我们 墨法时期 度人时 一定要自度度人 要多多增强自身的能量 与正气 才能够抵挡魔障 更好地救度众生 嗯 是这样的 师父 应该是这样的 魔障是免不了的 明白吗 嗯 我们只有用正气 才能够抵挡住 这些魔障 对 那 那 那师父 恩师今生指一个 一条明路通天策 条条大路通罗马 西天直取金进人 西方莲花水来坐 看你人间修为行 请问师父 如何智慧辩证理解 一条明路通天策 和条条大路通罗马 请师父思维开始 乔乔大路通罗马 学哪个法门都能 成功 啊 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障眼 看你自己怎么选择了 选择自己最适合自己的 法门来好好修 那是最好的 嗯 万教会议 嗯 明白了 嗯 那个 最后一句 多学善 莫尽恶 天时转 时间短 人心变 烦恼增 地皮简 灾难多 请问师父 末法时期 嗯 如何 理解这个地皮简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 这个 就是土地越来越减少 哦 这个地皮简的意思 对 嗯 我最后一句 就是多学善 莫尽恶 天时转 时间短 人心变 烦恼增 地皮简 灾难多 请问师父 如何理解地皮简 是我们 土地越来越减少了吗 末法时期 你想想看 水越来越多 淹没了很多的城市了 已经 等到温室效应 到最后地皮越来越少了 哦 对不对啊 哦 想一想就知道了 对对对 哎 就是说 自己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少了 对不对啊 为什么 我们不但自己要学习中华传统文化 我们还要一带一路 出去带领更多的人学习啊 对不对啊 嗯 就是这样 对 嗯 开创新的天地 明白 弘扬佛法 嗯 好 明白 谢谢师父 慈悲开示 师父我还想问一下 嗯 前几天路言师父说了 那个 我们现在就是之前许了 算的那个十万遍 呃 心经是 心还是说 不要算我们之前 呃 就是给 给别人念的那个数量 不能算在其中 那我们这个 现在 我们应该怎么做呀 就是 只给自己要心惹的 算在我们自己那个十万遍之中 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 把我们恭贺的 对啊 好了 嗯 明白了 好了 行 好了 谢谢师父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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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休息 拜拜 喂 你好 师父 师父 哈 早 嗯 呃 师父 弟子别恩这台座 请看师父 嗯 嗯 师父 弟子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 嗯 呃 那个 长得漂亮 好看的女人一定是来怀情债的吗 基本上 嗯 哦 基本上啊 哦 要看着 那 长得腰 腰艳一点的 艳一点的女人 基本上怀情债 如果长得五官端正 那不一定 嗯 嗯 哦 明白明白 那那师父 如果是那种妖艳的来怀情债的 那师父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开示吗 注意一些什么呢 师父 注意不要犯邪淫 注意万恶淫为首 注意自己要保持心灵干净和肉体干净 好了 嗯 好的 谢谢师父的 此理开示 师父 我今天说你看 就是有这种一个现象 你看师父的图腾节目 有的是灵性帮他打进去的 靠灵性的力量 有的呢是灵性不让他打 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吗 师父 你先说一下 什么叫灵性不让他打 就是说他不要打您图腾嘛 就是有的是 你不是说啥 这个您是你身上的灵性帮您打进去的 就打通您的节目的 有的是他打进去挂进去的 被他挂掉 这个线就断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师父 这个首先是可能电讯上的问题吧 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 打得进就打 打不进就不打 那至少呢 有一点的灵性让他打进来 会把人家的号码 会把它去掉的 哦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此理开示 师父 他再有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有一种民间有种说法 就是说比如一个男的 他妻子走了 都在人间了 但是这个男的 再娶另一个女的的时候 要给那个女的 去的那个女的 要烧那个催婚 催婚前 或者是要给他办阴婚 有这种说法 有道理吗 还是不他们想问 阴婚应该有的呀 有的有的啊 有的啊 福建啊 那个地方农村都有 有的啊 那是否 比如他们这样说 有的男 有的 就是初期的 女的走了 但是这个男的 要娶另一个女的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 是不是那个走的那个女的 要必须经过那个女的同意啊 是不是有这种说法吗 是否 不要的不要的 不要用 不要动着他同意的 不啊 他会不会 他会不会不愿意啊 如果这个男的再娶的话 这种情况 师傅 师傅有点累啊 师傅 嗯 对不起 你再讲一遍 再讲一遍 嗯 他是说是 现在不是 比如那个女的走了吗 那个男的要娶 再娶 再娶 再娶妻子的时候 再娶 新的妻子的时候 那个对 他需要注意什么呢 我和那个走的 那个走的女的需要 还需要念小房子吗 师傅 看一看 自己的根基最重要 嗯 对对对 你爸爸没有根基 没有用 嗯 嗯 对对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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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谢谢师傅的 所以开始 师傅您有点累啊 兄弟 对啊 刚刚开始有点累 开始一个半小时 还撑得住 还蛮好 现在有点累 你讲吧 没关系 嗯 嗯 好的好的 嗯 再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 呃 师傅您不是给一个同修 看图腾吗 这个同修的手经常 呃 常出汗 师傅说 要经常合掌 就会少出汗 请问师傅 这个具有普遍性吗 师傅 普遍性 有普遍性啊 师傅 嗯 嗯 好的 好的 谢谢师傅的 自备开始 师傅 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 师傅 这个天律 天律 阳律 地律 三者有什么样的 联系和区别呢 师傅 天律 阳律 地律 天律 还有呢 嗯 阳律 地律 地律 阳律 就是地律 阳律 阴律 阴朝地復 阴律 阴律就是阴律 对 地律 嗯 嗯 有什么联系啊 当然有联系 人做了坏事嘛 要么下去 要么在人间现实报 就被关起来了 嗯 嗯 就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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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懂啊 有时候 嗯 有时候我们做人 没人管的话 反而不好啊 有人管是个宝啊 没人管是个草啊 嗯 不要以为自己很能干 很能独立出头 实际上很多事情是以愿为的 嗯 嗯 嗯 好了 嗯 哦 谢谢师傅的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啊 师傅 嗯 下一个 师傅 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看 就是现在有这种现象 他们的同学讲的 爸爸姓张 妈妈姓王 他给孩子起名字叫张王 再加上一个字 这样的名字 好吗 有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师傅 对不起 再讲一遍 嗯 嗯 就是说是 嗯 就是爸爸 就是说他们关于起名字嘛 爸爸 比如爸爸姓张 妈妈姓王 他给他的孩子起个叫姓张王 什么后面再加一个字 这样的可以吗 这样的名字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他们说是 实在抱歉 刚刚真的是 有点迷迷糊糊了 你说夫妻两个人的名字 什么对孩子有什么影响 就是 嗯 那个 夫妻 嗯 夫妻夫妻两个人的名字吧 爸爸姓张 妈妈姓王 他给他的孩子起个叫张王 什么 叫张王 张王平啊 张王 东啊 这样的 这样的名字 这样好吗 这样 我觉得没什么不好的 但是呢 问题呢 嗯 还是靠自己读书吧 有时候爸爸妈妈的气场不好 照样会影响孩子读书的 嗯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啊 师傅 您 有点累 我 我做个分享吧 就是一个 博客上有个分享 我念一下吧 师傅 您稍微休息休息吧 好好好 您休息一下 啊 呃 在财长博客上有个同修分享 他说小房子让我的甲状腺指标明显转好 去年年底我查出甲状腺三项指标异程 其中有一项甚至超过指标值20倍 脖子也明显变粗 家人为了请 为我请了一位中医理疗师 但经过大概四五个月的治疗 脖子等外部病症明显好转 但是指标一直没有改善 期间 我一直念李佛大餐会文和小房子 但是不够精进 穿结前 经过和一位同修沟通 我认识到了自己业荡深重 之前烧送的小房子 完全不足以消除我的业荡 镇定此痛 我决心好好忏悔 家庭念诵小房子 抓住春节这段大日子 专心念心 一天最多念诵了八张小房子 并在卢台长活靠上 忏悔学活之前 吃了很多的海鲜活物 配合每天49遍网生动 100张小房子烧完 烧送完毕以后 我又去复查 仅仅两个月的时间 最重要的一项指标 从接近五下降到了2.2 已经完全恢复正常 这是之前四五个月 治疗都没有的效果 我相信 只要我继续努力 好好忏悔 念诵小房子 另外两项指标 肯定会好的 精灵法门真是不虚 小房子真是不虚 感恩那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敏感 观世音同大 感恩隆天后法同大 感恩如今红财政 那就是有一个重修分享 去年爸爸63岁 有一次梦里意念告诉我 爸爸过去一个人 这个人已经过世了 李他叫爸爸去当厂长 然后爸爸跟我说不去 他不给钱 我给爸爸的药经者念经 化解了这个浴室的灾难 去年农历七月十五之前 我又梦见爸爸有麻烦的梦境 我那几天成天念经都给化解了 总之爸爸63岁那年大事化脚小事化了 又小事小到何种程度呢 爸爸口腔溃疡 我十元钱买的黑的药面 用了两三次就好了 后来爸爸牙瓶长了个炮 又爸爸用牙签扎开 解出来了好了 这就是心灵法门 这就是念经放生的好处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保佑 别人过个六十三 生死关头 性命由天 早日念经还债放生吧 感恩观世音菩萨 分享有不如理 如法之处请观世音菩萨妈妈见证 有个同修说 宣传放生有多大的效果 我在网络上多多宣传多素食 就是最大的放生 永荣的放生 还有放生意义 放生功德 放生仪式 有一次梦里出来一个人问我 是你放这么多鱼 我说是 那个人说 你祖上积德了 有一次还梦到 我提着好多活蹦乱下的鱼 探到一个水塘 然后几个大的白色的鸵鸟 站在那里 一个声音说 你们躲开 感觉那个声音对鸵鸟说 说的 然后鸵鸟不见了 去年八月九六 梦里一个声音说 你说你妈妈 在这一个月 杀业的债就还完了 宣传放生 我还会继续宣传放生 感恩观世音菩萨 分享有不如理如法的地方 请观世音菩萨 慈悲见料 记得有一个同学分享 写学佛念经反馈的分享 好梦连连 记得前一段 我写完学佛分享 反馈分享梦里 看到一颗打白菜 挺大的呢 估计有五六斤 淡绿色的菜叶 还有白色的水饺 还有好多好多的瓜子 那次还梦到我在烙饼 有盘子那么大的饼 烙好后 我就从锅里把它拿出来 找个装饼的容器 打开后 里面还有一个饼 有一次看到电梯往上向上升 看到花海 那个美 那个漂亮 还看到过香蕉 还看到山上的树 结满了山里红 红果实绿叶子 真好看 坚持赌人 坚持烘滑 就会一直有好梦境 感恩观世音菩萨 又不如理无法的地方 请观世音菩萨见谅 逢369 一个同学分享 逢369 光念经不够的 还要结合放生 去年下半年 我家人正逢369 已是尾声之际 因为过去 我一直帮家人念经放生 心想 好多玉事梦境的麻烦 都念经放生化解了 所以那段时间 我就松了一口气 心想 没事了 过关了 一天我念完经 睡会梦到台长 梦里我问台长 官过了吗 台长答 没过 我又问 念什么经文 多少遍 台长答 别念了 然后台长走了 我醒了 醒来后 一想念经解决不了 看来要放生 可能有杀业吧 于是我们家三口 都给都给放了假鱼 后来关过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三想有不如理 如法之处 请不大 见让 感恩南无大大 对观世音菩萨大妈妈 感恩舍命救人的 安石卢京 同台长 感恩保佑我们一家三口 前几天车祸平安 交在即降 他车子撞来了 人没事 只有轻微 欲轻 多亏菩萨保佑 尤其是事发前晚 我梦见台长 住在我供 供佛台的那间屋里 派人也相信 是我学佛念心 避佑了他 也感恩菩萨保佑 但是我修得很差 忏悔过去 邪淫做胎 杀生所犯的错 发言 中生灯 卢台长 修观世音菩萨的 清明法门 永不退管 希望全世界 有更多的人相信 我们的官世音菩萨 清明法门 是末法时期最好 最灵验的法门之一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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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大 大为救苦救 官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 一切出国菩萨 即金刚龙天后法菩萨 我张焕翠 自2016年 11月2日 修清明法门以来 一直发起充满 现在分享 35张小房子 治好了我儿子 六七年的鼻炎 以前一到春天 我儿子的鼻炎很厉害 去医院看也没有用 用尽任何办法 都不见好转 今年春节时 我就问石师兄 咋办 他就跟我讲点 念小房子 给孩子的药精者 我许愿 35张小房子 到三月底完成 前天初一 我提前完成 现在儿子鼻炎神起好了 我太开心了 感恩 那么大 大为 官世音菩萨妈妈 又分享不如理 卢法的地方 求官世音菩萨妈妈 原谅你 不把神原谅 有位 有个同修说 警惕异性同修的帮助 帮助 有位男同修 真的很热心 也很发心 帮助了好多人 也助了好多人 对我的帮助也很大 他结婚 有孩子 他是知道我没结婚 也没谈朋友 一天晚上 我刚灌灯 一闭眼 就看到台长法山 而且用意念 跟我说 那个男同修 心疏不动 没过几天 白天的时候 官世音菩萨在我耳边说 不要联系 柯柯柯 柯柯就是那个男同修的名字 过了一个月 我梦见 那个男同修 非常不好 一幕幕幕的 要跟我做男女之事 真的骗不了菩萨 头上三十有神灵 细心动念 菩萨都知道 本想如 有个如理 有法的地方 这处 请菩萨见占 感恩南无大士大碑 救护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士大碑 如君佛台长 感恩诸佛菩萨 心灵法门 真是不须 小女通过念经学佛 修行吃素改毛病 成功找到了理想的工作了 还是立刻上班的那种 那种我都傻了 太感恩菩萨妈妈 菩萨台长 念十念师修 必成佛果 感恩 心灵法门 牛同修分 心灵法门 真是不须 非常灵念 女儿十岁 在学校被传染病毒 医生说要休息一周 不能去学校上课 今天是第二天 早上小孩不吃不喝 吃了药也吐 上下楼 还要我背 今天早上 我拿着她的压醉钱 帮她放生了十条鱼 中午时候 帮她念了 金金和网生肉 等我下班回家时 看到小孩活蹦落跳 说中国的时候 突然好了 晚饭也正常的 吃了不少 她同学们 都高烧不退 我心里非常激动 罚喜充满 感恩大使大悲观 心灵法门 感恩心灵法门 有如说的 不如美如法的地方 请夫婆 不大 原谅 不怕谁 原谅 一个同学说 上个月 妈妈的脚到了晚上 就开始抽筋 整夜整夜的 无法睡觉 每天晚上 两个腿轮流抽筋 人冲的缩成一团 既然妈妈已经学活念经四年了 经文组合小房子 一直念 也没有停过 但是没有停 但是 没有针对抽筋的情况 去过院 后来提醒妈妈要针对 脚抽筋 去一波经文组合小房子 解决当下的问题 妈妈许了69张经文组合 给自己的要经者 许好的 当天晚上抽筋 就明显减少了 当天妈妈送了 七张小房子之后 晚上就出了一次 当送了21张 直到现在 脚再也没有抽过筋了 经文组合小房子 太灵验了 妈妈也误到了 一定要针对 某部位的许愿烧送 这样效果最佳 感恩大大悲观心 普大妈妈 感恩朱龙天后发普大 感恩是有观想 如有观想 不如理如法的地方 还请周围徒家 慈悲见谅 感恩 这是一个同修观想 心灵法门 真是不虚 只有菩萨妈妈才能做到 昨天早上四点 四点半醒来 就右眼疼痛 我烧香 请安 念经 五遍力和大传闻完 都是闭着眼睛念的 怎么办 求菩萨妈妈 再许愿烧送五张小房子 给自己的要经者 两个小时 基本不通 真灵神奇 还有人不相信 赶快捧起经文 经书念经吧 再次感恩 观世音普大 感恩 鲁军胡财长 感恩 龙天后发 感恩大家 这就是一个重修分享 就是说 各位重修大家好 感恩师兄们 抽出宝贵的事情 看我的分享 我给大家 师兄们分享 一架心灵法门 以来灵验的事情 我是因为我女儿 圣病 结缘了心灵法门 忏悔自己 夜当中 念了小房子之后 身体就出现了发烧疼痛现象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自己知道 是要经者 要得及 我就坚持念 念到第七章的时候 梦到一个女的 从楼梯 一步一步往上升 一步一步往上升 好的呀 这是好的 师父 你很 好了 我好了 我会缓过来一点 好了 你说吧 你继续说 那我继续问 师父 就是说 有的同学不是取网名吗 就是那种 抽取网微信 取网名 他取的网名 用经文 来自经文的一些词语 可以吗 这样 比如无量功德 还要无量光明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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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但是他要求不高 如果取的名字之后 不好 如理如法去做 那就不行了 这样也不行了 好嘞好嘞 他利用佛法的法音 对不对 他利用佛法的法音 取的名字 最后做的不如 以不如法的事情 那护法神一定会惩罚他的 一定会惩罚 好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师父 现在有这样一种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有的人已经 禁婚了 但是还没领结婚证 但是后来发现 禁婚的对象 比较花心 同时跟其他 异性交往 这个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是 劝他们不要结婚 会不会动因果 会婚的话 这个人会不会 也会背因果呢 师父 这种情况 谁动因果 谁背 他谈恋爱 他的事情 解临他去 解临人 他们谈了半天 你劝不行的 只有靠这个女的 自己去劝 哦 那如果是 比如这个女的 和这个男的 订婚了 这个男的 在这个订婚期间 这个男的 还和别的女的 有那种关系 那这个女的 应该怎么办呢 是应该 要看 还是 要看这个女的 现在 气量大不大 如果这个女的 觉得 人性最重要 她 是偶然犯是错 啊 那就可以原谅她 如果她觉得 这个男女 发现这个男的是 本质问题了 对不对啊 那就是要 goodbye了 啊 如果你 嫁给他之后 你以后一天 那晚吃苦啊 花心啊 多女人们一辈子 嫁给一个男人 整天就是 为了这个事情 难过呀 是的 你放不下 你就痛苦了 明白了吗 哎 明白明白明白 谢谢师父的 吃点感染 师父 我问你个问题 您不是昨天说了 一个小孩子 他不是在医院里 不是走了吗 他父母 要求医生 先不移动 大家帮他住面 还是活过来了吗 这个事情 那这个情况 是什么样的原理 是观世音菩萨 为弟不是 下了招数了吗 师父 这个情况 有两种情况 有的人不该死的 被鬼拉走了 过去在农村 借私还魂都有 对不对啊 现在是 比方说不该拉走的 你赶快去报告 比方说求观世音菩萨 慈悲啊 观世音菩萨 这孩子怎么会走的 什么怎么怎么讲了 烧烧香了 拜佛了 这么一弄 那么观世音菩萨 一慈悲 因为你是学佛人 知道条件是 你是学佛人 菩萨观世音菩萨 那么地府 阎王老爷 重新查一下 哎 这个人不应该走的吗 他怎么搞的 怎么下来的 来来来来 把他 把他给我送上去 好了 那么请过来了呀 是这样概念啊 一般的 一般的就是说 一般的因为很多 一个人当中 死的人当中 人家说十个当中 就有一个是冤死鬼的 对对对 是吧 你不要以为啊 你不要以为 死的都是应该 应该死的 很多人是 不当心啊 有的人真的会冤死的 你知道下面 冤死鬼多少啊 这个忘死城里面 全是冤死鬼啊 明白了吗 那师父 那师父 冤死鬼 其实不是很冤 那对他们不公平吗 师父 对呀 没有办法的 人家有没有冤屈了 也有的呀 有 好了 那么地府 有没有冤屈了 那么人家有好人们了 也有好人 也有坏人们了 有坏人 专门去捉弄人家 残害人家 那么地府 有没有恶鬼了 那恶鬼跑上来 他也捉弄这些 捉弄这些人的呀 不应该死了 他把你弄下去了呢 他当然到了最后 他受到地域的惩罚 但是你已经死了 你划不来了 举个简单例子 你过 你过马路 对不对呀 你过马路 这个地方应该 车让人的 那有着 有着 有些人 就是不遵守交通规则 开车 他就是在打电话 你说这个路 一定要让你的 对不对呀 但是你走过去了 他把你撞死了 他最后判八年 那你死了 你怎么不讲啊 所以保护好自己 不要让人家受到伤害 那就是一个 那就是一个保护意识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那师傅 其实我们学和念经修行 就不会被这样冤 就这样 这是有威力啊 有菩萨保佑啊 冤 冤的当然有啊 师傅不是被人家整天在冤呢 你看看呢 你去查一下高僧大德 自古以来 弘法的高僧大德 哪个没被人家冤过啊 是的 是的 有威力高僧大德 都做过了 你知道我们就好了 对不对呀 对对对 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很正常 就是要看你自己怎么样来对待 对不对呀 坚持相信观世音菩萨 如理如法 对不对呀 有信心有信念 对不对呀 对对对 就像师傅刚才一样 对不对呀 你一个开示 我现在精神来了 那师傅 您 我很想请您分析分析这句话 我念一句 您分析分析 再给大家开示开示吧 我本心是佛 云和其贪着 我们是本心是不是佛啦 佛都讲了 众生见据如来 智慧得相 对不对呀 每一个人都有如来本性 就是 慈悲心啊 佛心啊 是人本性都有的 对不对呀 对 为什么要贪人间东西啊 菩萨会贪吗 不会的 云和其贪心啊 为什么要贪啊 明明知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你明明知道具有佛菩萨的智慧 你为什么不好好修 为什么要去贪人间的假的东西啊 哪样东西能够贪到底的 是你的 好了 明白 那师父 我心本大致 云和气小事啊 对呀 你不是很慈悲吗 我们都是佛菩萨 为什么小事情还生气啊 有什么好气的 人间都是假的呀 小时候我们气了这么多事情 现在怎么都忘记了啊 你小时候就想到有今天 你就不会气了 明白了吗 明白 那师父 我心本无爱 云和不自在 师父 我们心本来就是没有阻碍的嘛 对不对啊 为什么不自在啊 看着人家好了 你应该发起赞叹 而不应该去嫉妒 不应该去争去强 去恨 对不对啊 你为什么有无爱啊 你为什么有阻碍啊 有阻碍就说明你已经心不正了 明白了吗 有弹成十万一了 所以才会有阻碍 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师父啊 下一个问题 一个人梦到蛇代表麻烦 这个属于业障爆发 还是境界下降呢 你讲的这两个都有 然后呢 最主要的是梦见蛇的时候 就是你的运程当中出现了阻碍 哦 哦 是这样 哦 明白 那师父 那梦到蛇是前世的业障 如果是业障 如果是前世的业障 还是今世的业障呢 这个蛇梦到蛇 前世业障 今世业障都有 因为你今世有阻碍了 基本上蛇就会出现在梦中 如果你上辈子这个时候 做了很多坏事 你在这个时候要出现倒霉的事情了 这蛇的做梦也会出来 好了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这一开始 师父 师父 能一直听说虚拟山这个名词 您也讲讲虚拟山吧 这个山的位置是脱离六道了吗 师父 这个虚拟山 应该没有 应该是在 应该是在天道的很高的地方 哦 你这个登上虚拟山 你就进入四圣道 人家过去这么讲的 哦 哦 这是不是个就是个通过四圣道的一个 不安是这样的 不安是这样的 不安是这样的就是了 这也是这条路 反正在这个六道里边的最高的 最高的一座山 这座山 菩萨是踩着这座山到人间 到天道 进入 进入这个天道什么 所以这座虚拟山 看人家就是说 要修得好 就难以上虚弥呀 就是这样 哦 是这样 师父 那师父 我们那个和财背景 那个山是什么样的山 你给大家透露透露吧 师父 不知道 反正这是菩萨告诉我的 这个没有 这个版本没有的 这个版本 你去看看 永远查不到 这是师父 师父脑子里看到的 我叫一个 叫一个设计家 在边上 我不停地跟他讲 讲了一个晚上 大概八个小时 把这幅图弄出来的 哦 没有 没有同样版本的 嗯 是的 是的 以前没有见过 从来没有过的 哎 这是我看到的 我就把它描绘出来 人家把它画出来 就跟南京菩萨一样 他在 他让我看见之后 我就叫人家画家画出来 我嘴巴里讲的 嗯 那 那师父 那你说这个 我知道就是这个 火台背景画这个山吗 那肯定是六道 六道以外的了 是这样 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 我想也像 也像这个须弥山一样吧 嗯 哦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师父一开始 那师父 嗯 有的人他不是名字 就是说是三个字吗 嗯 三个字 但是呢 我们一般 你比如说吧 你就叫 比如叫 王 王宝山吧 我从兄呢 就叫做宝山 宝山 那他这样会能喊出灵动性来吗 会 同学问 会 哦 哦 就叫他宝山宝山 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好听一点就好了吗 你如果三个名字的话 他有灵动性的呀 人家给他起名字的话 按照笔画的嘛 像第一个名字和后面一个名字 当中的名字和后面名字的笔画 他都有灵动性的 所以你要是少掉一个名字 灵动性就不够了吧 如果后面两个字搭配正好不好呢 对不对啊 嗯 嗯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自卑开示 嗯 那 那师父 您不是在最近外达中提到过 一个人在天上没有莲花 但是修得好 将来走的时候 魂魄上升到一定的高度 一朵莲花就来了 叫足下生莲 请师父 请问师父 这是什么样的一回事呢 这道莲花是谁给他的呢 莲花是自己的气场呀 自己的气场 自己的气场 你有气场 你就能够看到莲花了呀 其实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在人间 你说人家看不到空气 但是你只要活在人间 你就能透到空气呀 你修到人间了 你就有空气了呀 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你修到菩萨境界了 你眼睛看得到莲花了 你把一朵莲花往脚上一放 一踩的就走了 明白了 那如果重新弄到师父送他的 师父的把身 送他一朵莲花 这代表啥呢 师父 这代表什么 说明他修得很好 师父对他的赞许 就是送朵莲花 鼓励他 是这样吗 对呀 不是过去有唱歌吗 送你一朵玫瑰花吗 师父不会送玫瑰花 我送你一朵莲花 那师父你快送我一朵吧 好 那师父再问一个问题 他是有个人是这样问 师父这个度人功德是怎么算的 如果被度的人将来也度了人 被度的人 子孙也学佛念经修心 这样无穷无尽 这些都会按照比例算到 就是初始的那个度人的身上吗 师父 会的 会的 全部都有受到加持的 哦 不是 是这样算的 对呀 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当时我看见 有什么传销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奇怪 哎 我说这个 这个是天上很多的方法 他们都用到人间做生意上来了 我想 对不对啊 哦 你比方说他们不是用一个方法 比方说你第一个人什么价分啊 我都搞不清楚的 再来一个人用什么价分了 就道理是一样的 只是他们利用这种方法 在做生意而已 听得懂吗 明白明白明白 但是我对他们的产品 好坏 卖得这么高 我还是有意见的 对不对啊 明白明白明白 其实师父 我们如果度人 其实天上给我们计算工作 他会自动给我们计算算的 我们尽管度就是了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用不着你算的 头上三次有生灵 就像你做一件好事 你在你意识当中 就存在一件好的事情 就是这样 他自己会加的 所以我们说 人只要活着 你的意识 就会有一个形态出来 这个形态就不断的寄触 寄触你的善和恶 全部寄在你的八十天中 所以等到你下去的时候 阎王老爷一派你 你心中的东西 全部来阎王老爷就看见了 就这么简单 哦 是这样 那说过你说下去的时候 阎王老爷是不是有一个功德步啊 还是一个生死步啊 有有有有 那个功德步的话 生死步的话 其实就像 现在叫像一个手 这么一拉 他们像 下面不是一个指啊 他们也是很厉害 功德步是步啊 现在他们要把你 幻觉 他们是等于是我们看到的过去 步归步 但是呢他说来 阎王老爷说 把他的过去放出来 这个小鬼放上去 在墙上这么手 这么一拉 你的一生啊 什么烂镜头啊 什么不好的东西全出来了 哦 你光着生死干的那些活 全部在影子上拉着 叫你自贪 叫你自愧啊 自己非常的惭愧啊 哦 那师傅您说的 刚才问你 这个功德步和生死步 是不一回事是这样吗 还是一本 同一本步呢 师傅 功德步和生死步 应该是一本步 哦 只是你做好事情 他们要写上好的 做不好的事情 要写上不好的 就是这样 那师傅 刚才您说这个小鬼 他不是说 一弄 你的就是说 你的就是 做的那些烂 是啥都显现出来 如果我们通过 学佛修金念礼 和大忏悔文 会把这些烂 是消掉吗 就是直接没有了 就不存在了 消不掉 只是 只是说 他不会拉出来 给你看 哦 你只有到了 你只有到了 到了天上 到了天剑 你进入 七宫的八宝池 对不对啊 你去洗了 你才会彻底消掉 你只要进入这个地方 你就是无尽 无军了 无军事了 哦 没办法 永远有的 没办法的 没办法的 你只要下去 他只是不说 你的缺点 明白吗 好了 是不是 是不是这种学佛人 给你留这种面子 是人间说的 因为不是 你因为是好人了 他就不讲你缺点了 好人 你比方说 你过去是一个小偷 但是你后来不偷了 不偷 有一次你在河边上 突然间看见 人掉在水里了 你去把他救上来 对不对啊 那你说 人家还会讲你不好 人家说你是个英雄 报纸上登你英雄的时候 英雄救人 你还会说 你过去曾经做过小偷了 不会了 没了 对对对 但是说明你小偷做过吗 还是做过的呀 是的 明白了 那师傅 第一次介绍完 你这样有的人 有的人不是向人间的交仿队员吗 救死 救火 把自己牺牲了 有的人不是掉到河里 他奋勇去跳到河里 把人间那个人救回来了 他死了 他死后 是凭着他这种精神 是上到天界 还是投一个打负大罪的人呢 是否这种地步怎么给他 都有可能 因为要看他的过去 他这个行动 可以震动天庭 可以特射 特射他 他就能上天 像这种情况 一般都是上天 上天 哎呀 这就御界天了 御界天 御界天 或者是 或者就是道夫大贵再投胎 就是这样 因为他不是修心的人呢 他出不了六道的了 明白吗 实际上 实际上师傅讲给你听 这个六道就是看 就是看你们在人间做的善恶 说轮回的一个道 并不是说 他是这个六道对我们学博人就不适用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师傅 刚才你讲到 载动天庭 什么样的人能载动天庭呢 师傅 你讲讲吧 二十四孝 啊 舍己救人 啊 大义 啊 这个 仁义的自信做到底了 你这个人就能震动天庭 观地菩萨 大义 对了 岳飞就是震动天庭 我就告诉你 岳飞我告诉你 就是天上个大护法 我问你 维托菩萨 你看看岳飞长得像不像维托菩萨 哦 对对对 像不像 带着盔甲 像像像 嗯 像像像 我告诉你 岳飞在天上就是大护法 哦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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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师傅您又出力了 哈哈 我不能讲给你们 所以太多事情 哈哈哈哈 哦 那您 师傅 您说的这个天庭 是不是 那个战动天庭 天庭的概念 是不是于皇大帝 对 对 管人间的 于皇大帝管人间的 明白了吗 哦 是吧 就是说 就是说了 玉帝都为你感动 就是 天上为你感动 天上为你感动 有时候嘛 呃 王母娘娘也会为你感动 很多人 对婆婆 笑声的不得了 婆婆对她很饿 她还是很笑声 呃 王母娘娘就会感动 掉眼泪 跟玉帝讲 玉帝就会降职 降职 下面的 杨幻老爷就会把她婆婆带走 然后这个 这个媳妇还守孝 守孝 到了最后 这个 有一个善宗 一个善宗之后 下一辈子 这个媳妇就会成为一个 大富大贵人家的千金小姐 好了 你吧 师父 这种 战动天庭 就是人的精神 品质 对了 对了 品质 震动天庭 对不对啊 感动别人 就是震动天庭 人家说 感动老百姓 那么老百姓 实际上就是 就是天庭一样的 老百姓 人家说 拥护你嘛 你这个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得到众生的拥护了嘛 感动大家了嘛 对不对啊 对 师父 你常说到感动 要感动观世音菩萨 其实也就感 感动了观世音菩萨 你也就感动了天庭 我可以告诉你 观世音菩萨 经常给人家特色的 你如果能够修 学到后来 你能够感动观世音菩萨 他一定救你 只要你这个身体还有用 哪怕你灵魂走掉 菩萨都会 想办法帮你还魂 就这么简单 很多人 这次一个灵验的事情 就是这么还魂 我讲给你听 爸爸妈妈太感动了 师父救了一个澳洲的小孩子 没有毅力成功的 那么为什么人家现在越长越大越长越好 为什么能够 为什么能够活到今天 师父被他感动了 他的爸爸妈妈老实的不得了 他的爸爸妈妈好的来不得了 我告诉你 我就被他感动了 我天天给他求 这孩子这条命就是求来的 我帮他 怎么样 你能感动我吧 你让我感动了 我天天帮你求呢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就这个道理 就这个道理 姓王的 这小孩子姓王的 所有病房里生这种病的孩子 没有要救的 我告诉你 没有办法 根本不知道这什么病 整个病房里的孩子 一天走一个 他怎么活了 求 我告诉你 感动天地就怎么样 我替他求 就怎么样啊 就死不了 好了 师父你就是要教导我们 做人做事 一定要让别人感动 对啊 一辈子多做点 让人感动的事情 多说点 让人感动的话 你这个人就是菩萨 整天跟人家闹 整天搞人家 整天写东西 弄人家 你这种人 你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自己想想 是不是魔啊 你活在世界上 你真的不让人家活下去 你不就是个魔吗 希泽勒 就是不让人家活下去啊 要把犹太人 全部杀光啊 他不就是个魔吗 恶魔 听不懂啊 听不懂 听不懂 那师父 你讲一讲 有句话叫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他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呢 这句话还不懂啊 那希特勒 是不是魔了 是的 那么为什么 为什么人家说 正能压制做魔了 为什么当年 压制不住希特勒了 他魔性 有一段生存期的 听得懂吗 你正的东西 要压倒他 也有一段时期的 那句话叫 自古以来 邪不胜正 对啊 邪不胜正 指的是果 最后的果 但是在因的时候 可能他胜过你了 这就是魔高一丈了 听不懂啊 哦 好了 师父 社会真的 他需要 他需要更多的正能量 对了 真的 好了 谢谢师父的 这位开始 师父 今天的问题就外道 感谢师父 师父您辛苦了 师父再见 再见 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 节目就到这 结束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 回到节目中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